欢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第一季以来被通膨压力 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美股跟台股 今晚有机会一吐怨气深呼吸吗 今天美股在开盘之前 会公布四月份的CPI 误诈指数的数据结果 上台股今天盘是有一点点右官望了 但是依然守住了万六大关 台股连续两天拉出下引线 真的可以放心了吗 马上欢迎接下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欢迎分析师王教立 教立哥午安 明君好 同学好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连前文 阿伯赛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第三位欢迎分析师邓绅为邓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 大家午安 很重要 美国的CPI 四月CPI今天晚上要公布了 市场普遍预期会比三月还要缓和 我们教育老师也说在前面了 应该会比三月份稍微的下降 台股今天几度奋力翻红 尾盘呢 虽然是输了没有翻红 但也守住了万六的大关 今天尽管留了十字线 可是台股连续两天拉了下引线 是给空手者抢反弹的机会吗 今天看到台积电反应营收力多 是小涨的 传出它要涨成熟制成的代工价格 幅度比较大 加上革新 格罗方的财报优于预期股价大涨 我们同样做成熟制成的 立基电 联电 真的底部已经过了 确定直稳了吗 请问赵丽老师的最新解读咯 看到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上海厂 什么又传出停工了呢 特斯拉被这停工一闹 四月份大陆出口的电动车 特斯拉居然是零台挂蛋 因为供应链没办法缺料嘛 也出不去 这个货柜都塞在港口 车店股四月份的营收 都有普遍的小减 可是不用太过担心嘛 为什么呢 因为特斯拉车用股大股东们 不管是震荡的三月份跟四月份 都有分别加码自家的股票 投信这个月我看了 也有买这些大股东买的个股 阿文塞说我观察美股中的 车用晶片股财报都很乐观 车店股后市怎么观察呢 请问阿文塞 台基电四月份的营收 我们昨天第一时间掌握创下新高 张锡理事长讲 他说台基电股价跌到甜甜价 邓老师昨天讲的话 我特别记起来 他说股价先挑战五日线再说 今天台基电有一度很努力的 要来站回五日线 可是插临门一脚 大家都爱台基电 融资不退 那要站回月线这一关 是否难度就会蛮高的呢 短线上面如果有机会反弹 因为美股反弹台股有机会谈嘛 台基电谈到哪里 你要先走一趟呢 请问邓老师 广告来收听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连续两天 拉出了下影线段 线上面真的稳了吗 今晚很重要 在美股开盘前 你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美国的四月份CPI晚上 台北时间大概八点半会公布 大家就拭目以待 海股今天感觉观望气氛 还是蛮浓的 今天是开小地之后 有几度的翻红 但尾盘还是下跌 但好家在 守住了一万六千点的大关 今天两缩两千零六十二亿元 我觉得现在大家不敢买 其实赔钱也不敢买 感觉是这种心态在等什么呢 可能就是观望保守吧 那今天台积电 因为昨天营收公布了嘛 还不错 今天一度要来挑战五日线 可惜尾盘公布还垂成 小掌收521 西里KY今天也是上涨了 重回了股王 道士啊 最近比较撑盘的航运股 今天有一点点弱弱的 金融股依然是 盘面上面比较弱势的标的 我想问一下赵丽老师 这两天我想投资人观望 是应该的啦 就再看今天晚上美国股市 有最新的CPI的预测变化吗 对 没错 我想我们先看 K线形态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 昨天来讲的话 是稍微放量对不对 那今天来讲是量缩 量缩其实高点 有一点点突破啦 假如说以这两天 来做观察的话 其实你可以发现 价涨量增价跌量收 形势还不错对不对 看起来 那假如这几天当然啦 就是说以这一天没有办法 吃这一天的红K棒 那当然是相对弱势 不过我个人觉得 这个地方的低点应该会守稳 应该是这一波段回檔过程当中 应该是底部比较确定的啦 那除非啦 今天晚上公布的CPI的数值 真的跟大家预期的不太一样 好 那等一下我再来做说明 好 那为什么大家也没有信心 其实你看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现在要讲空方的理由 真的太多了 这种盘其实讲空更好讲 你知道吗 反正就什么同谋 但我们力士而为给大家信心 不是说我们给大家信心 而是说其实在之前 我们都一直叫大家 一定要低持股比重 因为相对上来讲 真的风险还大 灰犀牛真的满多的 可是在这个地方 这几天为什么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来讲 应该是来到波段低点的位置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好 那叶伦现在跟你讲说 市场动荡到夏季 对不对 这个有怎样 已经 其实已经跌很久了 已经动荡一整季了 对 已经真的跌很久了 反正就是动荡 因为灰犀牛等等 好 来 建压股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也跟大家报告过 市值大增发 其实建压股要慢慢的上来 等一下我跟大家 应该有机会 好 今天收盘的美股的部分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费半又是比较强 那之后就是NASDA 然后道琼今天来讲还是收盒 其实大家从这个结构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其实之前跌深的当然是贝半 NASDA跌比较深 跌到这个地方好像不太跌了 开始在今天反弹 之前跌比较少的 比如说像道琼的部分 有一点点 对 有一点点好像补跌的感觉 未到那种现象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现象跟什么有关 其实就是跟CPI的部分 今天要公布的好 所以4月CPI清缓会公布 应该会比稍后3月的YOY成长趋缓 当然这一块 假如它可以比市场预期来的低 我相信美股的部分 真的弹幅会比较大 结果有可能搞不好 真的会V转 当天我觉得 假如是介于中间 这个就真的比较难讲了 假如介于大家预期 因为大家现在大概预期8.1 以8.1为主 假如低我相信就有机会 假如到8.1到8.5 那当然就尴尬了 有一点点 你要是超过8.5 我跟你讲 这个盘一定中错 可是不会 这个不会 昨地这个我想应该是 你要观察就是电子的全资股 其实你看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有一些电子像台积电 有一些全资股真的有 稍微的起来撑盘 营收跟获利涨望加的股票 你要起来领均 我跟大家报告 基本面其实真的没那么差 其实大家在讲封城好了 我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你看一下 上市贵的4月份的营收 月减12.7% 你会觉得好像是封城的影响 封城我跟大家报告过 多少一定会有影响 当然对少部分的企业影响性 真的很大 你比如说像广达 人保这些 代工的真的很大 人力需要比较多的 没办法 因为缺料什么 可是鸿海就没有 鸿海有可能关系好了 所以它的影响 机器关灯工厂 机器人 对啦 它有机器人 对啦 好 其实我跟你讲 你要用年增来比较 因为去年2021年的时候 其实4月份也没什么疫情 对不对 大陆也没什么疫情 本来就是每个月 就是有淡忘记 产业本来就这样 所以你要用年增的角度 你不能大家一定都要用月 谁说4月份一定比3月好 也不一定 我们要用歪歪的角度 其实它还是年增 所以其实封城的影响性不大 另外你看今天的入股的部分 其实入股最近这几天 已经开始在反弹了 对 我想封城的部分 其实影响性 当然都还是会有 只是说它的影响性 真的不是大家想象到 那半导体也撑起了电子股 你可以看到 那货柜的部分来讲的话 团产要靠货柜 对 就撑起了传产 就是说从4月的营收的一个角度 那确实当然有影响 你看去年同期130加创新高 那现在大概只有73加 创新高的一个水准 那年增比较多的 你像上 对 半导体的部分 那运输啦 IC设计 这些相对长来讲 年增的幅度都是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 这些股票 这些类股 要起来领军 才有办法来带动 整个大盘往上来进行攻击 好 看起来电子股当中 就靠半导体 刚才大家老师有先点到 昨天美国股市当中 比较抗跌就是跟科技 相关的两个指数 对 没错 你看一下 其实这个CPI 在3月份8.5 那现在大家预计 4月份是8.1 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 因为这部分 其实在前两天 也跟大家讲过 你从油价 从原物料 手车的价格等等 反正理论上 就是我觉得这样 3月假如是一个高点 就是说你从这边上来 对不对 那假如拐点出现 它真的 歪歪歪的角度 它真的是往下 那其实说真的 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的 升息的部分来讲 真的会稍微的缩坏 所以我才说 6月份之前 大家预期3码 真的是高达90% 现在反而认为是 升息2码的高达86% 因为那每天会变动 那现在是大家认为 其实6月份2码 就是大概就是2码 好 那以这样的情况来看 那这个就是说 你看一下 以这两天来做观察 稻穷是不是在 今天还是破底 破底 对不对 可是你看一下 废半是不是昨天低点 今天没有 没有破底 那那斯达克的部分 其实也是一样 也没有破底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因为被升息 被这么鹰派的影响最大的 其实还是在电子股 还是科技股 所以这边 我相信假如这个风险 比较慢慢的稍微解除 我不是说真的解除 就是稍微大家 那么害怕 我相信这些股票会上来好 另外一个就是革新 对 因为昨天赵老师 有跟我们讲过 尖牙股要先指纹 今天把这涨 不是尖牙股当中 可是是革新挑出来 是要告诉大家 观察什么样的一个重点 对 没错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你去看一下 昨天这五档股票的 今天的收盘 全部都是涨 五大尖牙股 这五档股票都是涨 可是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今天美股 说真的也没有太好 对 慢慢的我看到 只要这些股票 真的慢慢的上来之后 其实因为它占的市值比较重 所以整个不管S&P 标普500 或者是NASDA等等 这些我相信就会 开始出现上 好 为什么跟大家讲革新 因为它今天盘后来讲 公布了它的财报 上季的财报跟预期 未来这一季的一个展望的部分 其实都优于市场的预期 上一季是亏转移 也是优于预期 这一季的财报的部分 也是相同的一个状况好 所以盘后涨了3.45% 其实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半导体你看 从台积电 从联电 从利基电的营收 4月份都创新高 格罗芳德 它也上一季的财报 也优于预期 未来的展望也优于预期 其实我讲真的 你从基本面的角度 你真的看不太出来说 当然未来有意义 可是我觉得至少 因为毕竟旺季是第三季 我觉得理论上来讲 除非真的未来的景气 真的变得非常不好 不然我们不要说明年 因为明年真的太久 现在到第三季 进入旺季的时候 我相信就季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这些半导体 真的不会太差 那股价真的跌了一段之后 我只是觉得说 真的跌了一段之后 其实它搞不好会 酝酿一次的 比较终极的一个大反弹的 一个走势 好 赵文老师点出来 格昕它公布了财报之后 盘后股价是上涨了 3.45% 展望目前 至少看到下一季也算满明朗 这跟涨价有没有可能的关系呢 昨天台积电 下午有告诉我 开董事会几个内容 当然包含了说 他们可能要希望 可以开放员工来认股等等 另外一个市场传出来的讯息是 刚五扣零会涨价呢 因为产能利用欲太满了 传明年涨幅6% 业内说只涨价格低于同业的制成 就是成熟制成了嘛 营运天动要来稳定毛利率 对抗外资 台积电是鼓励员工买股票 就是说呢 你可能可以比市价便宜来买股票 但是你也不知道说 你这个闭锁其有多久 但好歹是 他对自家的股票跟 股价跟公司营运展望 是很有信心的 好 海基店要涨成熟制成的代工价格 那我们看利基店 公布了最新的四月份营收 联电之前已经公告了很好 利基店也是后来居上哦 因为增1.7年增48% 黄崇仁董事长他讲了 下半年产能调配提高 车用跟通讯晶片的头片 弥补消费性电子需求放缓 人家有在做调整的 不是都傻傻的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我想问一下赵磊老师 从革新刚才的看来 海基店为什么要调涨成熟制成 那成熟制成就真的是 前景很好才有本钱涨价 对 没错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 未来的景气的疑虑的看法 真的因为股价跌了之后 其实大家真的越看越保守 其实我觉得就这样 因为大部分人其实都看股价在说话 就是说今天假如他不是长这样子 他是真的慢慢震荡反弹的时候 我相信媒体新闻出来 或者大家的解读 相对上来讲就会比较正面好 那假如传出台积电 不管是成熟制成 先生他都要涨价 那你说还要涨明年的 不是长青年 明年那他不是去打脸这些的人 说你说我明年不好 明年还会功过于求 那假如是这样 你觉得台积电是阿呆吗 我觉得他错误的机会 真的是比较低 我们应该这样讲 你比如说他猜测的部分 比如说我这一季网说 月底网 我看下一季好了 其实他的命中率真的非常高 几乎都是高标 没有过高标 大概也都是在高标 很少说低于低标的 一个区间值 所以他真的 我觉得他是真的 你是可以信任他的 我个人觉得 所以我觉得对这一块来讲 金元代工的部分来讲 其实大家不用太过于去担心它 尤其股价跌到这个地方 IC产业的部分来讲 它的预估值你看一下 这个是2021年 这个是2022年 其实来讲的话 预估也都是呈现成长 都还是 IC设计跟金元代工的部分 时间有关系我们看一下 另外的部分来讲 你看第一季的部分 IC设计计帧年帧 第二季来讲的话 也是计帧年帧 也是计帧年帧 金元代工帧比较少 是因为产能蛮窄 现在还没扩长 所以它当然少 因为这个增就是 其实就是价格调涨的增 价格调涨的增 对 就这样子而已 涨价 好 你看IC还是计帧 对不对 年帧的部分来讲 一个是成长 14%一个是28.1%的水准 国内董事长张喜又出来喊了 对不对 堪争史上最近吸引力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 假如说如同我们的预测 西派公布完之后 真的比大家预期来得好 其实半导体慢慢 美股稳了 科技也稳了 其实这些股票就会慢慢上去了 那假如说真的 不如预期大家又要摔 那当然有可能 只是我觉得它的价格 这个地方是真的是 相对是OK的了 所以现在电子股 在运量一个跌升反弹 你可能要选对产业 对 没错 就是说好 那你要选的 当然是你要选 未来展望相对上来讲 大家比较没有疑虑的 有疑虑的部分 其实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 记忆体的部分 大概就no flash 比较没有问题 你像no flash 你像标准型记忆体 你看今天吉邦又出来喊 他又说下半年 有可能会功过于求 那下半年第三季是忘记的 假如你下半年 还关那不是完蛋吗 对不对 那当然有可能是手机不好 等等 那不管 我都说 那这些不是说 我不是叫你去卖这些 不都 而是说 因为未来展望真的比较不好了 趁反弹的时候 这一波假如说 有一次的终极的反弹 对 那你解码一些 展望相对上来讲比较不好的 好 刚才老师资料说 台湾首季的IC产业产值 包含了IC设计晶元代工 第一季成长 第二季还会涨 可是这时候就有想问了 有人就之前吵过很多次 说台积电涨代工价 IC设计业者会收的 没有办法转价成本出去 这一次需不需要 又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讨论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有些东西 因为现在大盘真的不好 那当然因为大盘股价不好 大家就又会往 比较非常货面 又找不好的讯息来下定 都是这样下定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去年年年龄没涨价吗 也涨翻天好不好 成熟自成涨到爆 不然年年 去年营收什么好 那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没涨翻了 那时候因为需求好 当然那时候需求好 所以今天那个IC设计 几乎都涨价 所以你看到毛利率来讲的话 调得比成本还来得高 就是反应 不只反应成本 还涨价价好 来 那现在当然因为需求不好 所以大家会担心 对不对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一个大方向 假如是现在是 供过于求的产品 那当然它的压力会大 因为它没办法转价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 客户都已经库存一堆了 那假如我是新的产品 假如我是缺的产品 比如说像电源管理 不怕 不怕 因为有些IP也相对上来讲 比较不怕 所以它还是有分的 你不能说因为这个 然后你等到股票涨上来的时候 又反过来 不 这个因为金元代工 所以会讲这种话的 是不是说它比较不缺 对 我跟你说 不要不能等到股票涨上来之后 又开始说 没有 因为它推动了产品 中端产品的一个报价的 一个需求的 报价的上涨 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就是你现在当然因为需求确实 长短要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缺的跟新产品的东西 我觉得影响性不大的 好 那看哪些是缺的 哪些是新产品 可能不会受到金元代工价格调涨 有这个转嫁成本压力的 几个重点的业者呢 对 来 我们看一下 4月份一收 当然我不是叫大家买这些股票 而是说有些股票 它肯定是盘面上很重要的重心 因为我强调过 IC设计在电子股当中的地位 非常的高 因为它活泼 就像备伴在美股的科技股当中 它的地位一定很高的 因为它的波动很大 成长的 大家乐观就去买这种股票了 对不对 就像电子股票也好 大家一定去买IC设计 因为股本小 因为不要说超错 波动大 容易波段大的 就这级档股票 它4月营收都创新高 那聚集在哪里 比如说电源管的也好IC 对不对 那另外的像IP的部分 IP 对不对 IP 那另外的BMC的部分 伺服器的远端管理 那当然这个是比较意外的 就驱动IC的 驱动IC 这个是确实比较意外一点的 那IP的订单能源度 当然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强 是 身上最近都不错 对 那这个比较不受到影响 反而搞不好对它是有益处的 高速传输的部分来讲 也是 type快充的部分 对 这些也是 对 驱动IC的部分来讲像青龙 那手机当然这一块 这个会有影响 只是说我觉得其实 我不是说他们这个可以涨价 怎样 而是说这个来讲 其实本益比低 对 本益比真的低 我们看下一页 我们快速讲一下 好 联巴科来讲 我的意思说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指标 虽然手机都不好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大家估的EPS来讲的话 今年还是会比去年成长 你看今年大概都是80块以上 对吧 那些目标价也这样 所以我刚刚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它一定要大涨 而是说这种股票价 可以慢慢上来 就代表大家对于 手机这一块来讲的话 有可能或者是 对电子股的信心相对比较强 老师成熟 详续 对 详续的部分也是大概一样 就预估今年EPS来讲的话 54.78 这个是 这个是摩根斯丹利的部分 对 你看一下 比较更好 都是成长 都是成长 是 所以他们也看好认同这样的一个产业 对 CDKY的部分 股王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 也是一样 其实都是成长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就这样的角度来看 刚本一笔修正完之后 这些股票 其实是可以当盘面的一个指标的 好 IC设计领头一样 包含了联发科 详统跟CDKY 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 IC设计的领域 其实从外资 对于明年的目标价 都还看好的情况之下 也EPS也都比今年成长 其实说真的 这三个产业 在现在一段大盘震荡过程当中 产业趋势比较明朗 大家可以多做留意 如果说你刚才觉得字很小 看不清楚 没关系 赵亦老师的这个Lite里面 都有相关 IC设计里面 比较不受到涨价跟转价成本压力 的一些个股跟标的 大家可以参考画面上面的大头奥吧 小小QR Code跟赵亦老师加个Lite 老师相关的 包含了电子骨灯 传产的操作方法 会在里面 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 还要讨论咯 各位好来聊一下 这个上海好像就是 铁了心要做这个动态的清零 所以现在还在一个封城的状态 这也让特斯拉再次复工之后 没多久又面临停工的压力 就四月份特斯拉的出口出来 怎么也这样 内销卖了一千多辆而已 外销是零 可是我们台湾的车用干点股 四月营收有受到影响没有错 但是大股东们 反而在这两个月 毛起来的买自家的股票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广告回来请问阿文塞 休息一下走地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要继续跟阿文塞追踪一下 阿文塞一直很看好的车用 相关族群了 特斯拉 之前有传出过 因为上海疫情的关心 他这个工厂就停工吗 好不容易开心迎接复工了 没有想到 真的疫情可能扩散的 比大家想象的还要严重 上海厂第22天之后 本来四月十九号复产 没想到 在原本预估 五月十六号日产 两千六百辆的目标 还没达成前 他又因为工营问题停工了 但是要不要担心 选就不意味了之前 大陆官方已经同意了 要让上海扩建 第二个特斯拉的工厂 预计身材Model 3跟Model Y的车型 总产能 两个工厂要达到一百万辆 会成为特斯拉全球 最大的汽车出口中心 好想问一下阿文塞 特斯拉这个讯息 会不会影响到车用股的表现呢 好多公司四月份营收公告了 都有稍微的跃减 但还好幅度都不算太大 但今天盘面上两档个股 我想请教阿文塞 一档是台办 一档是强帽 两个都是做二集体的 强帽的部分呢 四月份营收是月减12.99 年减1.6% 投信这个月以来呢 是买了1400多张 重点是他的大股东 加码了 上个月加码了700张 睽違一年再度的增持 另外一档台办我们很熟悉了嘛 他们这个家族的大股东呢 三月份买了1200张 持股攀升到1.4万张咯 持股营收月减8%的幅度 个位数年增14.3% 投信这个月以来买了2070张 昨天光台办就买了1000多张 我想问一下阿文塞抽用概念股 特斯拉暂时又提供的消息 要不要大家太过于担忧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的一个部分 我想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行情的部分 我们先一个一个这样来谈 我想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FED这个纽约分行的总裁叫威廉斯 威廉斯这个P7它代表什么意思 它这个代表就是扣除人员 扣除食品之后的物价指数 那现在是6.6 他讲就是说会下滑到4 年底会下滑到4 所以他已经看到 这所谓的这个房租的价格往下掉 然后这个所谓的二手车的价格往下掉 而且是掉25% 所以他认为这是会跌到那个 明年会降到2.5 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这所谓的这个通膨的一个压力的话 其实未来的趋势的话 应该是慢慢会输减 但是有时候大家会想就是说 今天美国股市 高科技的股票是上涨 但是为什么今天还是卖牙那么重 我觉得是这个因素 就是美国你扩大封杀中国半导体 这个的话还是会对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还是有一些影响 因为继续这样撒下去的话 这个贸易的纷争的话还是很多 因为你可以发现以前 日本是全球第一大半导体的公司 市占率是五成以上 但是那时候美国眼红 就跟他讲就是说 你要开发你的市场 而且保证五年之内的话 要获得20%的一个市场占有率 日本的话就很听话 就开始就是所谓的 把市场一直扩大扩大 然后对日本的这个晶片 它就征收100%的惩罚性的关税 那对韩国只有0.47 但对日本是百分之百 所以反而造成韩国的记忆体 完全往上拉 日本的话就往上跌 日本要去合并很多的厂商 希望能够获得很多技术 像苹果就是一起合并 合并的话就有人脸辨识 合并就只能辨识 合并就什么的技术 日本要合并的话 他完全把它否决掉 所以原则上的话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这个美国都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今天我想电子股会跌 美国高科技的股票是涨 但是今天一开始 电子股卖压就比较重的话 我觉得跟这个应该有 有很大的关系 持续关注 而且Intel的话 也是在阻牢台积电 明明讲好就是要补助 常常说我们已经设厂 怎么没補助 跟现在还没補助 人家日本说要4000亿 那也都补助都有 那为什么你美国说要补助 到现在都没有 就是Intel在阻牢 所以你可以发现 美国就是这样 在影响它寻求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市场 所以原则上我们是觉得说 今天台北的股票市场跌的话 应该跟这个关系很有 但是为什么就是说 其实盘托美国股市在涨 我觉得这个蓬蓬的降温的话 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页的一个部分 好 那今天的话 刚才讲到所谓的这个 自用半导体 那我们可以发现台半 今天其实在盘中的部分的话 相对整个高科技的股票 台半满强的 那2481的所谓的强貌的话 其实今天也是比较强 那为什么这两档股票会比较强 我们昨天讲过 说这个叫Microchip这家公司的话 这个公司的话 在盘后是涨1.5% 但说反是涨6.13% 所以涨比较多 所以就刺激所谓的 这个测用半导体的一个上涨 那N字谱的话 你可以发现也是上涨3.2% 所以在美国股市 涨最多的股票的话 就是测用半导体 所以测用半导体 今天一开盘就5上拉 因为很多东西是相对的 就说你现在股票涨的话 是测用半导体涨比较多 但是你看 任天堂它第一季的净力 是摔退29% 相对别的 大家都是不好 但是相对它会就比较好 所以它在整个盘氏的一个 所谓的重心所在 就会比较强一点 你看这个任天堂 就是缺零件 所以为什么日本要邀请台积电机 设28奈米 22奈米的厂 因为他们所缺的就是谁样 他们都是消费型产品 像索尼 它们这边的话 就是需要成熟制作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要台积电机 设28奈米 22奈米 他们需求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索尼的PS5 第一期销售是减少40% 所以他们就是缺这个东西 才会请台积电机设厂 这个代表什么 消费市场真的是不好 比特币这个东西 有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叫Coinbase Coinbase的话是所谓的交易所 所谓的以太币 狗狗币 什么一大堆的话 加密货币又在这边 那你可以盘后跌15% 那金融股这个三倍做多 就是说金融股如果涨一倍 它就涨三倍 金融股跌一倍 它就跌三倍 跌3.5 你去买的话 你有可能的话 你就是亏了大概10.5%左右 那你可以发现金融股也不好 这些所谓的灰毒晶片 这些也不好 消费性也不好 只有车用的比较好 所以为什么今天台办 跟所谓的这个 这个强貌比较强是这样 那你可以发现 我们上次一直跟各位报告 就说金融股在大涨的时候 我们说你还是要小心 因为其实金融股靠利差 赚不多了 它真的是在投资 你看投资的部分的话 就开始提业亏损 失业的获利大减26% 就年减26% 所以金融股的卖压 就稍微比较重一点 好 阿伯恩是在讲在很前面 金融股那时候高档说 就提醒大家了 靠利差升息赚不了什么钱 金融高赚的是投资的钱 全球市场不好 它也会不好 对 另外的话就钢铁股 之前我们把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龙钢 另外的话跟东钢做对比 就都不一样 一般钢铁是不太好 但是有的话就会比较好 你看那个大成钢 大成钢公布地界筹报 是2.24 2.24 然后元大预估是1块6毛4 一般市场预估是1块4毛8 这个真的很好 就是因为那旅捡的部分 一直涨价一直涨价 所以它力仓扩大 所以不要贸力往上 所以今年获利从6.3斤 拉到8.34 那这个就很好 但是你看星光钢 我们来看2031的星光钢的部分 2031 一开盘就快打到跌顶板 因为它第一季的获利是0.73 去年同期是2块钱 这差太多了 同样都是第一季 0.73跟2块钱 这差很多 估计是1块2毛3 这样也是差很多 市业营收月价25% 它的解释理由就是说 塞钢 没有料 塞钢 没有料我没办法加工 所以我整个都听顿 他讲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变成说同样是钢铁股 潮报表不一样的话 就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有时候差一点的话 就打到跌顶板 所以研究股票的话是 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研究 同样类型的股票的话 会有差异性 所以这个的话 同样有点类似 他有做不锈钢做铝卷 他做不锈钢的 两个的获利的话差距就这么大 所以每一档个股有每一档的故事 这个都是要做研究的 好 那我们从K线来观察大成钢 大成钢的部分的话 原则上的话我觉得说 它的价格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 又反弹 它跌破42块的话其实要小心 但是突破46块的话 原则上是一个转强点 毕竟第一季的EPSB市场好的非常多 对 特样半导体的台半 我想这类型股票量力 已经到90%以上 其实它股价的稳定度 真的是很高 但是我们之前讲就是说 你要是要突破 突破的话就还活天空 现在其实它还是在一个整理格局 不过我们发现最近的图信的话 都比较买进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刚才明星也讲过 像台半或是强貌的话 最近这所谓的这个 对法人买进的机会的话 就会稍微比较高一点 好 那继续从几档 指标个股的四月营收来观察 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盘面上面的变化呢 对 我还是觉得这个盘式虽然弱势 但是落中拓强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只要美国不要跌1000点 跌800点那种所谓的这个狂音 所造成的一个崩跌的话 其实我觉得整个大盘会有个别股 其实表现了一个机会出来 我想你看台积电还是创新高 联电还是创新高 这个群资股其实 像头脚才不怕手要做 他就说他还是稳定在那个地方 那高价股的话细利 我们刚刚六四一五的细利 以前最会跌的股票 因为营收创新高 是… 姓华营收也是创新高 力望 之前好可怜 他对啊 力望 对 之前的话 几乎外资都是降平等 降平等 终于兴华昨天的报告楼 是把它调高到4000块 也就是说其实最近我们发现 开始以前外资一面倒的调降 目标价的动作 最近比较好了 对 没错 就是说开始有在做一个调整 我相信这对整个大盘的一个 持稳的话有帮助 而且其实公布第一基我们的IC 就是所谓的晶片部分的话 它是0.0成长28.1 然后今天市场其实 在尾盘开始有一个拉升 本来点满多的话 因为一直在喘就说 劳推基金5 6月份会拨400到500 有活水 对… 有拨的话就会进去买 好去你买的话 可能一些所谓的这个 以前头信喜欢买的一些标的的话 可能比较有一些泉源出来 所以相对表现的话 就比较稳定一点 头信喜欢的标的 那它会不会有机会 对 强貌今天比较强 除了刚才讲说Microchip 或者是N次股股价涨 带动所谓的半导体涨 其实它的潮报表公布是1.6 对 去年同期是0.88 所以它今年大概赚6块4 7块钱的可能性很高 那70几块的交易 那本益比只有10倍 所以变成会说它今天反弹 主要理由是这个地方 而且到公司加强回补 另外有一档股票是金顶 我们跟三四一三 好 三四一三 洪家军 这些股价比较稳定 因为本来我们认为这类型股票 大概第一季大概都赚4块多 因为它水准就这样 5块9毛它竟然是6块钱 去年同期是3块4毛5 这个增加很多了 增加2块5 2块6 所以它比原来一股4块多高 比去年同期又高出很多 因为金顶它的专长 一般是设备里面比较难的 所以它利润比较高 就是成绩的东西 气象成绩的东西叫CVD 这个东西跟时刻的东西 这个的话是所谓的 设备股里面比较贵 比较困难的东西 所以它的利润比较高 去年17块算很稳定 今年大家的获利都没有调很好 因为今年就是俄乌战争 一大堆的因素 但今年以这个速度来看 5块9毛3 趁你撕的话 搞不好有24块 25块 那原则上22块以上 那现在本益比这样 价格换算的话 大概是在9倍8倍 所以今天的话就开始反弹 另外一个是亚信3169 对 3169的亚信 那股价今天 这边的话以为它要拉涨停 因为它第一期赚1块8毛7 去年赚1块1毛2 它这次股票的话 重点是刚公布失业营收 这失业营收的话 然后是年增52.83 重点在哪里 大家对它的东西 因为以前大家对它不太认识 那那马会长 我们就去做研究 它的东西是这个网路晶片 那是它用在机械手臂 所以现在赢得上 就是所谓的机器人 滚珠楼杆先去瓦轨 这个东西的话 里面就要有一个网路的 一个所谓的晶片 就是亚信提供的 所以这个晶片的话 是很重要 很重要 刚好它盯了很多业绩起来 所以为什么这一两年 亚信的业绩大幅成长的话 其实跟这个的话 有很大的关系 好 亚信不只是今天强 其实昨天大盘V1转小反弹 它的股价也很强 它算是在盘面当中 IC设计股可以两天连续走强 等一下可以先来观察 我们先来看 一样是连续两天走强 是3141的金鸿 好 我想就说 因为它第一季的话 赚3块2毛3 所以一般来讲 这样算的话大概赚14块 但是有些人就说 因为下半年是旺季 所以估到大概17块 所以本利比大概就10倍 所以原则上如果第二只脚 拉回没有破140块就好 有留意 但现在重点的话 它今天量爆成太快 因为你发现比这边的量还要大 所以量大的话它会震荡一下 让它筹码再稳定的话 比较好一点 本第二只脚不破140块再留意 比较安全 今天爆量 我们再提醒了 亚信的部分的话 就是原则上就是 以太网路这个东西 如果突破172块的话 我觉得可能跌破140块的话 要是挺损 以上是阿文塞 今天针对台北股市当中 不错的财报跟美股当中 表现抢眼的财报跟弱势的族群 产业分也现在就近位分明 蛮明显的 大家在选股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每天参考我们的节目之外 也可以看一下我们阿文塞的大头包 它的QR Code有很多 盘前就先把大家找到 相当多今天盘式跟产业的重点 大家可以多多的学习 有问题也可以请教阿文塞 大家可以扫下QR Code 跟阿文塞加一个朋友 关火来聊一下台积电 跌到了甜甜价 昨天差点面临500元的保卫战 但还好公布了营收 又创下历史新高 还传出要涨价了 这时候投信头顾理 市长张喜讲说 这价格实在是太漂亮 物美佳廉不买不行 但是台积电 现在要短线涨 没这么容易 因为融资不退 大家都太爱了 但是现在如果说 美股酝酿反弹台股 有机会讲的话 台积电谈到哪里 你可能要稍微的减码呢 广告回来请问邓老师 下期下手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这两天我们节目当中 周一提醒同学们 股价这几天很恐慌 那不要砍在阿呆股 就我们看一下有个公告 是我们有一个国内的上市公司 他也是看好台积电投入 投资他 因为五号买进台积电 四十万股 六五五 但昨天他停损了 停损价是五零六 就昨天的开盘价 损失了八千多万元 这可能是他们公司的操作 但是有一点点可惜 现在这个价格真的不要杀吗 因为连这个 国内投信总统长张喜都讲说 物超所值 但是打折再打折 史上最具吸引力的价位 就在现在了 进场风险极低 今晚代工电动车伺服器 都遭到错下来 因为营收这么的好 今年展望也很不错 但是老师我记得你昨天有讲 我记在心里面 你说台积电 短线要转强先站五日线 我今天就一直盯着他看 好可惜喔 碰到一下就下去了 那五日线如果站回去的话 下一关怎么看 因为其实融资的部分 应该说散户太爱它了啦 对 都没有减少的迹象 这会造成他反弹 之路当中比较大的绊脚石吧 是 所以各位看到 其实昨天的台积电呢 融资也没有减 然后法人卖超还在卖 所以为什么今天碰到这个五日线 马上就有点这个流上影线 对 那昨天我们看到他的法说也很不错 公布财报 财报营收也不错 第一季季报也不错赚7.82 那目前来看台积电的 第一个讯号出现就是 KT背离交叉 有 有吧 有 碰到五日线虽然没有站上 那未来的台积电会怎么走 他会在这边有机会 慢慢地去挑战他的月线 好 那我刚才看月线的价格 我们现在看到是545 对 545 对不对 可是等到他来到月线的时候 应该不是545 因为他的线是往下的 大概会递减 大概会接近到540 540左右 然后这个地方大概在510 也说未来他有拉下来 这根红K的一半 大概在510 所以会落入什么 如果同学们很好记 大家是不是估台积电赚30块 对 17倍本益比多少 510 18倍本益比多少 540 它可能就在510到540之间 做一个区块震荡 为什么要让这个线慢慢地走平 走平再上去 对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把这一段放大 好 我们稍微轮延一下 好 这样可以 然后我们来换看2342的冒系 2342的冒系 所以现在台积电三条线 就是一模一样 然后来 它会碰到月线 再下来 可是下来不会破这个底 所以你看未来几天 1 2 3 4 5 6 7 大概它会落在这里 为什么 它让这个线慢慢地 慢慢地走平 冒系现在月线感觉快走平了 是吧 所以现在台积电在这里 好像KT刚背离 这里刚背离 刚碰到510线 就这样 所以你说台积电怎么做 我说等到它来这边 先跑一下 就是大概500次左右 月貌线直到月线就下去了 对 因为它不会一次上 要让线扭转一点 再做第二支脚 所以大家看台积电跟联巴科 都是一样的道理 到20日线可以调节 下来再接 你还是一样有台积电 但是有价差 有价差 好 大家除了最近操作 筹码摆第一的季报 表现很老的个股 也可以观察一下融资的变化 如果说你对这些个股 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除了用手机拍下来 这张邓老师制作的图表之外 也可以在三口画面上面 我们老师的大头娃娃 用手机扫下QR Code 老师很多的这个 里面相关个股的持股的资讯 跟操作的方法 会在里面跟大家来做讨论跟分享 好 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一档一档 从K线来看 好 那我们刚才从日线来讲 台积电的未来 这是周线 对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很无奈说 台积电为什么不涨 因为融资在增加 有没有 融资在增加 股价就一直跌 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告诉各位 它季报也很好 所以510到540 好 你可以来回做区间 是给了很明确的一个想法了 对 17倍 18倍 然后你看联发科也是 融资开始增加 所以你发觉现在联发科 也是跟台积电同样的 对 季报也好 本益比也算低 但是基期也低 所以就是做区间操作 到月线那边稍微调节一下 好 鸿海 好 那讲到鸿海 我想其实鸿海是最厉害的 就是跌了2800 为什么不跌 各位看 融资从高档减了多少 融资减了多少 融资减了1万多渣 对 减了1万0 990 然后你发觉到它这边 其实在等待机会 不是12号鸿海就有那个法说吗 明白啦 会不会明天才表态 但是最起码它撑住了2800点 对 它都没有跌 好 好 那联电也是 从我们之前从日线告诉各位 有没有联电这里 它是不是先背离 对不对 对 背离之后是不是会往上走 对 那你发觉它往上走 它也是来到月线又整理 又整理又整理 差不多 强一点到季线 好 可是我们刚才看到台积电是 月线就要稍微休息一下 好喔 联电的观察 那很多人说我们最近在告诉各位说 融资跟个股 也说融资的减幅 如果大于个股的跌幅 初步止跌 筹码安定 对 那如果说很多人说没有时间去算 对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 完全没有融资的 对 你不用选了嘛 对 你就注意看法人是站在买方 买方 法人有买就要A 法人 这个月是买了2619张的立基店 然后基期也低嘛 对不对 对 来 本益比低不低 季报1.85 这样有够吗 有吗 很够嘛 第一季就赚1.85 本益比低 基期低 还要涨价 然后筹码安定又要涨价 对 然后指标又交叉 是 这里 下周就翻红了 所以为什么今天立基店好强 对 其实它现行告诉我 短线转强嘛 所以如果你懒得选 像联电台积电 你选立基店也是可以的啦 好 那你看金元电 公布第一季 激报1.49 然后你注意看 我帮各位算好了 个股跌多少 23.9% 融资减多少 45% 然后你发觉 这个KD就是周KD 才低档刚交叉嘛 对 那MACD开始收敛了嘛 所以这种股票 拉回来买就对了 拉回来买 本益比都很低 拉回来买 对 好 再来自超 自超更强了 你看个股跌9% 融资减了39.47 你看这个落差差多少 差了三成 所以你发觉到 今天的自超是怎么样 你很难想象 它是占上所有均线 它现在离这个新高不到一块 太强了吧 够强了吧 对 我们刚才说红海经很强了 2800 它是不跌 很强了 它已经快要创新高了 为什么 因为筹码太安定了 而且你注意看 我为什么做个零轴之上 对 下个礼拜让它一交叉 那518已经过了 今天只差 差不多一块 是 所以这个就是好股票 为什么可以好 来 第一季赚1.8 股价四字头 现在才卖入五字头 还很早 本益比低 本益比又低 然后充满太安定了 好 顺德 车用的顺德各位看 这一段它跌了38% 个股 从最高点200块来算 那融资减了40.39%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觉 这两个的落差就没有很大 但是融资的减肥幅度 还是大于个股的跌幅 那最大的就是自嘲 对不对 它也是差不多 整个车用题材是没问题的 好 车用题材 这个筹码也相对的安定 好像维新也是 维新第一季激报5.64也很漂亮 那个股跌了31% 融资减了43% 所以你发觉 其实这些好股票拉回来买 你会发觉从日K来看 这是非常强的 沿着五日线慢慢攻 对 有没有 好 那我们看下一档 它更强 中碳 中碳你看 它个股跌了16% 融资减多少 53% 这样够强了吧 然后KD较差 然后这个又要临轴之上 快的话这个礼拜 如果明天再涨 它可能就较差 慢的话下个礼拜 那也说 那这个新高不就指日可待 是吧 前高 前高 126 它要到 过了嘛 再更高就是130.5 是 所以它就跟什么 跟自超是一样的到 所以这种股票 又本益比又低 筹码又安定 你买起来就不用怕 因为现在大家最怕的是什么 今天买明天跌怎么办 不用怕 对 买这种股票它是慢慢涨 慢慢涨 放心吧 因为国际本面 筹码面 然后再做后面的支撑 好 然后融资前方